69 cents a gallon 消费者苏丽塔发现后 拍下影片PO到自己的社群平台上 亲朋好友蜂拥而至 抢好康 加油站入口的价目表显示 每一种油品的价格在6.5美元到6.9美元之间 但这一座加油站的加油机 设定的小数点点错了 价格只有十分之一 因此引发民众抢购 换算之后发现 如今加州的油价已经涨到 每公升55块台币左右 加州的汽油最贵 供需不平衡是原因之一 但是看看全美 平均油价最近一个月的涨势 反映出当前汽油带动的美国通货膨胀 上扬的速度有多惊人 新资料显示 消费价格上升了 昨年质量升了8.6% 从昨年最高的年纪 最高的年纪 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一公布之后 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十号 重挫880点之外 纳斯达克指数和费城半导体指数 也跌得鼻青连重 半年前 拜登才说过 美国通膨已经达到高峰 想不到高峰之上 还有高峰 投资人担心 联准会下重手 压抑通膨 因此纷纷撤出股市 观望 拜登还把矛头指向石油业者 埃格森美孚 拜登表示要竭尽所能 进展的《华盛顿邮报》记者灭口案 可能暂时摆一边了 此外拜登还决定大开国门 入境者必须持新冠病毒 阴性检测证明的规定 自2020年1月起生效 如今以美国旅游业的请求 拜登政府决定取消这项规定 吸引外来观光客 华视新闻装片编译